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呢 要來開箱非常多日本YouTuber開箱的這個 培養焼基礎肉 基辛MAX 我看他們開箱 感覺他們真的是要END了 然後呢 因為最近燕子颱風 所以導致關係機場關閉 我就看到有一篇新聞上面說 就是關係機場裡面的超市 其實物質非常的缺乏 加上所有的食物都一掃而空 但是唯獨這一款 屹立不搖 所以我就很想要買回來開看看 然後因為天災 所以希望大家都平安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然後它下面有特別說就是 它好像非常的辣 非常的可愛 所以吃的時候要十分的注意 在它下面這裡有個小字 打開之後大概是這樣子 蔬菜包 黑色包裝耶 好像很厲害 我其實不太能吃辣 可是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是口味改變還是怎樣 就突然變得很喜歡吃辣 接下來要等待三分鐘 等待三分鐘的過程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解辣神器 幼酪乳 倒淋 美乃滋 麻油泥酥 是不是感覺好像應該有牛奶對不對 因為外面正在露朵 看著窗外有露朵 好 時間到 好 我先把這個打開 喝 這包裝用的感覺好可怕喔 你看這個 有點醬油加辣油的顏色 薑薄濃稠 好像還好捏 我覺得聞起來沒有很嗆耶 就是沒有很辣的感覺 好 來吃一口看看吧 嘴巴裡面會刺刺的 有點像是胡椒加很多那種刺刺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來了 它這個辣 它這個辣 等一下 它這個辣 等一下 它這個辣上來的速度很慢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很像那種很多根針 在堵你嘴巴的感覺 你們懂嗎 嘴巴會很痛 很痛 我們至少原味的把這一盆吃完 然後再加梅蘭子 好 夭壽喔 它真的很可怕 超痛的 買來給你討厭的同事吃 我們趕快把這一碗吃完 下一碗我們就加一點其他的東西 吃完了 吃完了 好像開始有一點適應了 感覺可以完全不加東西直接吃第二碗了喔 上次我看瓜吉在直播的時候吃兩倍辣的辣泡麵 我真的很希望他來試試看吃這個 最後一口… 不行 我覺得要加 要加美乃滋 吃 飲料 等一下 無法好好冷靜開它 快幫我開 這樣 好 加一點美乃滋 好吃 這樣好吃 沒有什麼辣的感覺 還是有 因為你知道一吞下去啊 那個辣的感覺就會啾啾啾啾啾了 可是這樣加上去之後 它的辣度變得比較不可怕 鼻涕流不停 吃完了 要…要講結尾 吃完了 這個辣泡麵真的滿可怕的 你在吃第一口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是當你吃第二第三口的時候 你的嘴巴我跟你講 打架的時候上面不是有一個拳套上面都是蒸嗎 就是很像人家戴著那個手套拿著烤你嘴巴的感覺 所以呢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試試看 吃嘴巴鼻死你嗎 真的就是有讓你要吃到 你的要吃到翁星的感覺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就先這樣子了 拜拜 哇 我整個臉要爆掉了 真的是又吃到End了 我整個臉看起來好像有點淒慘喔